天氣好熱好熱 保持多喝水習慣 有益健康 包括多喝水 減少鹽分攝取 飲食清淡不油膩 都是預防尿露結石的方法 醫師說夏季高溫 夏天比冬天 尿露結石患者多了五成 夏天大家流汗多 水分的攝取變少 然後變成相對尿量就變少 所以就會造成結石容易產生 而且容易造成症狀 所以夏天是結石的旺季 結石產生 主要跟基因和體質有關 最常發生在男性身上 男女比例三比一 年齡層大多集中在 二十到五十歲之間 他在腎臟裡面是沒有症狀的 但是他如果掉下來 掉到輸尿管卡住的話 他就會痛 然後病人就會不舒服 那那個痛可能是非常的痛 比生產痛還痛 有時還會合併噁心 嘔吐症狀 病人痛不欲生 醫師建議接受治療的患者 定期追蹤 因為高達一半的患者會復發 千萬不要掉以輕刑 大愛新聞黃子林 楊俊廷 台中報導